在台北冰江市場附近 有一間修割短襪的羊肉料理專賣店 這裡的羊肉炒麵就像是一座面衫 視覺震撼度爆表 竟然要三到四個人才能夠吃得完 是出人名的巨無八分量美食 店裡光是羊肉料理就有將近20道的選擇 炒羊骨髓的口感Q彈有嚼勁 再搭配番茄享用鮮甜美味 除此之外還有羊肉爐 當歸湯 以及其他的羊肉料理 這邊可以說是羊肉控的天堂 來 十一桌 低溫來襲 天氣冷嗖嗖 熱騰騰的美食最對味 越夜越嗨 人聲鼎沸的台北街頭 卻看不見良意 這間主打停價羊肉料理的快炒店 是台北人宵夜時段的好選擇 雖然下午五點才開門 客人早已經機場碌碌的排隊 很划算啊 推薦大家來吃 所以很多人都來吃了 還沒那個 一夜之前就很多訂單 今天幾點來的 開店的時候就來 五點的時候就來 看門還沒拉起來的時候我們就來 有看到那個網上評價還滿好的 然後剛好大家聚餐約在這一間餐廳 我覺得那個羊肉炒高麗菜還不錯 就是菜籠有那個肉的那個味道 然後跟那個醬汁 然後配飯我覺得還不錯 這一間它的份量比較大 它的東西比較便宜 我滿喜歡它的羊魚鮮 它其實是用小魚乾跟肉去炒 然後有點辣 然後配在麵裡面就很好吃 只見店裡頭生意超級好 裡頭的客人多到幾乎已胃難求 不過別擔心翻桌率也很快 店內光是羊肉熱炒就有將近20道選擇 還有羊肉爐 當歸湯等其他料理 真的是羊肉控的天堂 有一句話說得好 冬天吃羊肉 春天就可以上山打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羊肉是溫補的食材 所以每到了天氣寒冷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要吃羊肉補補身體 看看我前面這一桌 滿滿都是用羊肉做成的料理 看到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尤其是這一盤羊肉炒麵 大家看看這個份量 都可以把我的臉遮住了耶 老闆 我只是叫一人份 怎麼會來這一大盤羊肉炒麵啊 這個就是我們店裡面的一人份 所以很多時候客人來吃的時候 都會跟妳一樣很驚訝 超驚訝啊 是巨無霸吧 對 所以滿多客人 每次吃完的時候呢 帶著滿滿的幸福感 打包回家 份量超級浮誇的羊肉炒麵 丟到像小山丘那麼高 第一次點炒麵的人 可能會嚇傻了眼 不但份量巨無霸 價錢啊更是超級銅板價 內用百元有找 這樣的價格在台北 你絕對看不到 我之前這一間已經放在口袋裡 那非常久了 然後跟今天剛好休假 就遞過來 真的很好吃 又大份 因為我覺得很驚訝嗎 有 有 一上座我就 哇 哇 哇 這樣我吃得完嗎 它的麵真的超級大 大概就是兩三個人一起來吃 大概都吃不太完 我覺得它的麵好不好吃 好吃 怎麼樣好吃 口感很好 味道不錯 我覺得說這麼大碗很離譜 不用本錢的嗎 怎麼賺錢呢 沒錯 別懷疑 老闆就是佛心來著 不是因為採訪 才給我們特別大盤 你看每個人都超滿足的表情 就知道老闆用料不手軟 而且品質不打折 它這個部位就是羊腿的部位 羊腿的部位呢 有一般在國外的廠商的話 它會取下它的肉 來做羊膏羊菌 就是羊男的部位 它是屬於羊汁裡面來講 是最好吃的部位 因為它的部位非常的嫩 而且帶皮 帶骨 就像我們所謂的三層肉一樣 這個地方就屬於羊胸排 一般你去外面吃 所謂可以吃到羊排湯 排骨湯 就是這個部位 選擇飼養8到12個月的小羔羊 每一個不同的部位 有著不同的料理方式 不論是暖身又溫補的羊肉爐 粥口味可以多爬好幾碗份的 公寶羊肉 還是有著當威香氣的帶皮羊男湯 美味都是出自老闆周冠欣之手 我是台東人 從小在台東土生土長 國小國中到高中 然後從高中一畢業之後 就上來台北 原本面目光刻的周焕欣 因為在家鄉缺乏工作的機會 於是北漂發展 當時他的想法很單純 只求三餐能夠溫飽 那時候有朋友在做餐廳 他就說做餐廳不錯 中餐也有吃 晚餐也有吃 然後甚至連下班的時候都會 有一份的宵夜可以吃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工作環境不錯 就一然決然的就下去做 我剛來台北學廚的時候 因為碰到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師傅 他就跟我說了 就是在早期的台灣 沒有所謂的天天有魚 有肉可以吃 所以一般的平民百姓 他就只能用丹去做料理 這道古早味高麗菜 做法看起來很簡單 但要好吃並不容易 首先要把蛋炒到蛋酥香 再加芹菜 番茄下去拌炒 味道有點像是宜蘭樂西滷肉 口感豐富又有營養價值 除此之外 店裡還有幾道外面吃不到的料理 有的客人他非常喜歡吃內臟 還有骨髓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炒的時候 它會帶點酸甜酸甜的感覺 吃起來會非常的快胃 而且也算是大骨的東西 羊骨髓因為難保存 而且處理起來比較費工 外面的羊肉料理專賣店 幾乎都看不到這道料理 所以來到這邊 一定要記得點上這道品 嘗看看喔 骨髓就吃起來很像 蚵仔煎的那個蚵仔 然後就QQ的 然後沒有什麼腥味 就是不講其實不知道 還滿好吃的 這道料理呢 羊鎬丸呢 它本身呢是補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會用麻油團製去料理 你吃起來會感覺身體會非常暖 也會非常的浮 來 一七十七 用餐時間一到 只見半開放的廚房 忙得像正常 周焕欣和許正義兩個人 一個負責熱炒 一個負責出菜 默契十足 大火快炒的各式羊肉料理 香氣四溢 裡頭出餐速度快 外頭客人也吃得很滿足 那時候她是開飲料店 我開了店之後 慢慢的 她也是希望說能夠來參與 我們就慢慢的 就產生了合作的關係 當初只是一句玩笑話 沒想到兩人一拍即合 曾經從事紡織業的許正義 坐過黑手修理汽車 也開過飲料店 但開餐廳 卻是人生第一次的冒險嘗試 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一邊做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想 就我爸他以前 他超會做菜 他會忍 他會做菜 所以我小時候 有跟他賣過拉樓 他有賣拉樓 其實有時候我在廚房 在切菜的時候 因為我是從不會到會 都是阿東他慢慢教我的 我也選擇外場 但沒有人我要繼續貼 貼的時候我要慢慢切 從不會切 從慢慢切 從怕刀 到慢慢會用刀的時候 這個中間我就想到 我爸他以前 我總沒有跟他學 食物牽起了對父親的思念 也彌補了這些年的遺憾 不過當時選在競爭激烈的羊肉 一條街開店 尖頭上的膽子可不曉 煮腰材在煮湯的時候 客人那時候一直跟我講說 我的湯沒有味道 我的湯沒有藥味 然後我那時候也一直在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前前後後呢 花了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 去找問題 每天的湯要倒差不多一桶至兩桶 一桶湯的成本大概是快三千塊左右 可是心很痛 可是還是要倒 不惜成本也要找到問題 當時生意曾經慘淡到 幾乎沒有客人上門 雖然讓周焕欣 許正義兩個人 非常的喪氣 但他們依然選擇不放棄 我們一般在煮這個藥膳湯的話 我們都會準備十幾種藥材 那這些藥材裡面呢 就可能你們大家比較認知的 就是當歸 還有桂皮 還有川窮 但是裡面可能還有一些 我們自己比較多門的藥材在裡面 這個藥材呢 它會跟羊汁還有羊肉一起下去煮 煮的過程呢 大概有一個小時四十分鐘左右 它的湯才能完全呈現出 藥杉的味道出來 改善了湯頭之後 周焕欣也把羊肉炒麵 發展為店裡的招牌特色 我們的羊肉炒麵呢 它是用小羔羊的肉下去炒 然後它的味道呢 至少傻傻的 在羊肉麵裡面來講呢 它的味道濃郁 但是不會油膩 很多客人都喜歡來 吃我們家的麵 而且我們的麵呢 在台灣的話來講的話 差不多第二家的麵這麼多 我第一次來吃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山都堆起來了 那時候我嚇一跳 那時候我自己可以來單眼的 然後發現我吃過完 每次都帶走 我認為說原本這麼大噴 應該會味道比較少 但是實際上吃起來 味道還是足夠的 所以代表真的是獲勝價值 受到肯定的美味 是經過千槌百戀的磨練 周焕欣許正義相信 只要堅持 辛苦就會有代價 而言之我會在這裡 那時候我會在這裡 我會讓你離開 然後再加上 我會讓你離開 五月就在這裡 為何會讓你離開 也許會讓你離開 所以我會讓你離開 不住